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霍恩10月5日宣布 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将访问欧洲 在瑞士苏黎世与中国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石会晤 双方将延续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月9日的通话所提 负责任的管理美中竞争 霍恩表示沙利文还将造访布鲁塞尔与巴黎 会晤法国总统外交顾问伯纳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安顾问和欧盟代表等欧洲官员 届时沙利文除了重申跨大西洋联盟的重要性 讨论具有共同利益的一系列议题外 也会向欧洲盟友说明与杨洁石会谈的成果 美国商务部10月5日表示 受新冠疫情和供应限制的影响 美国8月贸易逆差额环比飙升4.2% 达到733亿美元 创历史最高纪录 高于7月份的703亿美元和6月份的732亿美元 尽管8月份 美国总体进出口量呈增长趋势 但全球供应链问题仍在加剧 由于半导体严重短缺迫使汽车制造商减产 汽车和零部件出口量下降了8% 进口量也下降5.2% 经济学家表示 随着美国消费者的需求降温 未来数月 美国进口增长速度可能会放缓 因亨廷顿海滩发生大规模原油泄漏 加州州长纽森10月4日宣布成线进入紧急状态 并表示加州正在调动一切可用资源保护公共健康和环境 美国海岸警卫队 加州鱼类和野生动物部漏油预防和响应办公室 以及Amplify Energy公司的官员称 截至周一下午 已从水中清除了约4158加仑石油 Amplify Energy公司还于当天派潜水员下潜 试图查明泄漏源 官员们曾表示 他们正在研究一艘船只的锚 撞击管道导致破裂是否可能导致漏油 在亨廷顿海滩 新港海滩 Dynapoint海滩和Laguna海滩 官员们告诉人们远离海岸线 加州野生动物当局宣布 禁止在亨廷顿海滩和Dynapoint角之间 捕鱼或采集贝类 10月5日 20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揭晓 将该奖项授予美国日裔气象学家 珍郭舒郎 德国海洋学和气象学家 克朗斯·哈塞尔曼 和意大利量子物理学家 乔治·帕里希 以表彰其在理解 复杂物理系统方面的开创性贡献 珍郭舒郎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气象学家 1958年毕业于东京大学 哈塞尔曼是马克斯普朗克气象研究所教授 他们为地球气候的物理模拟 量化变率和可靠预测全球变暖 做出了突出贡献 乔治·帕里希是罗马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 研究重点是量子场论 统计力学和复杂系统 他因发现从原子到行星的物理系统中 无序和波动的相互作用关系而获得表彰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研究主意